每當夏季來臨許美積西湧入相當多遊客到這裡細水烤肉 留下來的垃圾造成環境髒亂破壞美麗山水 秀林鄉長王玫瑰表示 除了增設監視器之外 大家也可以來教育遊客不要亂丟垃圾 公所會協助嘉明春共同守護美麗家園 暑假兩個月的時間 遊客就會湧入許美積西來細水烤肉 留下來的垃圾可以說是造成地方上環境髒亂 嘉明春表示除了江湾還有治安上的問題 對嘉明春來說可以說是衝擊相當大 總共治安總共一直想把電話卡到202324 對我們本身自己要有危安的人可能員 對不對 連他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力已經已經不夠了 你要讓我去勉強我贊成 可是我們的配偷處是什麼 我們要靠自己村民去維護那邊的治安 他要去維護那邊的整潔 就很像我們可以表示公所也會洗漱地方來正式 金氏器來捲取亂丟垃圾的遊客 而公所團隊也會洗漱辦理 就是這次的暑假 因為你看7月現在才7月 8月9月一定還是很多人去玩水 這個天氣多變 那是不是至少兩個月顧一些機場員 禮食戶養的機場員就是去機場 至少他們的垃圾不會亂丟 而且他們那個 可以找 你這邊 他們亂丟垃圾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放個什麼監視器之類的 你跟那個 跟上手一起了解看看 看怎麼做 怎麼可以把垃圾又亂丟 大家不是一直講垃圾不亂丟嗎 怎麼可以他們 他們等一下的垃圾他們就直接 為什麼不帶給家呢 垃圾他們就來這邊玩 場地都給他們 他們還要把 你的腹肌都趴上去 不對吧 對不對 你們自己消化的東西 你自己要帶回去 應該是這樣 我們要教育 他們不要讓大家覺得 我們江明慎人隨便 反正垃圾隨便定 你們也高興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不要讓別人這樣對待你 應該要尊 應該是說 要尊重部落當地的人 也要尊重這塊土地 這個部分我們就一起來代格 修讀相當我們可以表示 每當夏季的時候 遊客往往沒有功德心製造髒亂 除了希望村民們 可以向公部門合作 來增設維護基材人力 公所也會全力協助 嘉明村共同來守護 每日的山水美景 才能夠永續經營 讓代代子孫 能夠享受大自然的生活 記得將你休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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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